湖北宜昌14岁的方宇祥今年度初二 在他两岁半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导致他高位截肢 如今他每天只能用特制的板凳当腿来行走 而即便是这样 方宇祥也从未放弃过自己 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 接下来咱们就去认识一下 这位14岁的少年方宇祥 高位截肢穿那个甲子上学很不安全 所以到课中的时候 我就跟方宇祥商量了一下 为了方便你上课 不影响你上学的话 我们用板凳去上学 他就答应了 老师也考虑到说 他不方便 要给他把教室设到一楼是吧 我们就说了 建议就说 不要多去在意他方便不方便 好多事情只要慢慢地去锻炼 慢慢地习惯起来就好了 老师同学们都挺好 对我们都挺照顾 是我们自己要求让孩子自己做一些 你所能及的事情让自己成长 然后在家里呢 我们也会刻意让他去接触一些什么家务 只要他能够够得到的话 我们就会教他做一些 俄罗斯的也是一位老师免费教他学的 在学习上面也没有让我们多操心 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前三到六之间吧 他说虽然我没有双腿 但是我运气挺好 碰到的老师都挺好 对我都挺好的 班上谁是他的朋友 他说全班同学都是他的朋友 将来就是做一个对师傅有用的人家 帮助别人 然后来报答社会 报答关爱他的人 请不吝点赞订阅